他真的是材質很厲害 真的 所以就是這一次 阿妹特別在她的巡迴演唱會裡面 就是唱了一首 妳聽我 對 她這首歌 她其實一直都不敢去碰 因為她每唱必哭 但是她這一次就決定 要唱這首歌 邀請所有喜歡張宇森的朋友 一起來懷念她 妳是我的寶 我一直為妳感動叫 一首 聽妳聽我 歌詞簡單白話 但對張惠妹來說 卻是一首不簡單的歌 在北京演唱會 張惠妹現唱這首歌 為的就是要懷念恩師張宇森 而其實過去在其他地方的巡演 這首歌也是必唱曲目 不只是為了要紀念恩師張宇森 這首歌也是當年張宇森出車禍昏迷 阿妹希望能透過這首歌來喚醒她 不只是為了要紀念恩師張宇森 這首歌也是當年張宇森出車禍昏迷 這首歌也是當年張宇森出車禍昏迷 阿妹希望能透過這首歌來喚醒她 阿妹也曾在演唱會說張宇森是她的第一位好老師 影響了她的一生 只不過這首歌聽你聽我 很少在演唱會上唱 就是因為有太多畫面和回憶不太願意觸碰 曾創下百萬銷售記錄 奪下無數獎項的張惠妹 對著今年世世二十週年的恩師張宇森 有著滿滿的感謝 今年的金曲獎張宇森也獲得了特別貢獻獎 阿妹也感性地發文 屬於你的榮耀永遠都不嫌晚 跟你的音樂一樣永恆 TVB的新聞徐昆山 鄭影翔特別報導